新冠本土疫情新增三點一萬多例的確診 還有中重症兩百一十八例 死亡七十六例 而因為本土疫情是連續三個星期下降了 指揮中心就透露說 專家小組將會在這個星期 再一次的開會討論 因應是要把現行的確診者隔離七天 縮短成五天 而口罩令也會在十一月的時候 開始討論鬆綁的措施 規範室內和戶外分階段實施 連續四天病例數低於四字頭 新冠本土疫情三十號週日 新增三萬一千五百例本土病例 全臺仍以新本市五千多例最多 而中重症有兩百一十八例 死亡則有七十六例 大多具有慢性病史 此外外界關心 國產高端疫苗保護效益報告 不見期限到這個月底 否則緊急使用授權EUA將被廢止 衛福部長薛瑞源週日證實 已經收到資料 目前仍在檢視資料完整性 並安排專家進行審查 由於有立委質疑 高端的審查結果可能會拖到選舉 過後 對此薛瑞源強調 不會拖到選舉後才出爐 以他的量來看的話 可能不會啦 但是還是審查還是需要時間 這個跟選舉不應該去掛鉤 就是按照這個時程來進行會是比較好 由於本土疫情連續三週呈現下降 莊仁祥透露 專家小組將在本週 再次開會討論 縮短確診隔離天數的可行性 大方向是把現行隔離七天 縮短成五天 而口罩令也會在十一月 開始討論鬆綁措施 規範室內和戶外分階段來實施 記者拉什米莊智晨帶報導